成年人的崩溃有时就在一瞬间或因为生活琐碎过时被年龄暴击 而在诺大的娱乐圈里年龄梗更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不论是哪个年龄层都有被扎心的可能 这里是瞎谈与子讲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那些明星被年龄暴击的名场面吧 作为著名的扎心小能手 王俊海在综艺中餐厅中和苏友鹏之间的年龄梗也称得上是节目的隐藏常驻嘉宾了 因为两人同时穿了类似款的条纹上衣就被白举刚评价为 你们俩今天真的像亲子庄亲子庄 这一番危险发言直接引爆了苏友鹏的小脾气导火线 让白举刚获得了一顿街头暴击 生气的苏友鹏还放话无法原谅 王俊海也不落下风 对起苏友鹏来一套一套的 听说年纪大的人不能多吃猪油 就赶紧文心提示苏友鹏 恍然大悟的苏友鹏顿时被伤得不轻 只能赶紧转移话题 赶紧多吃点色少说点话 对你有帮助 和王俊海一起给顾客上菜时 又被顾客精准打击 听得心酸的苏友鹏逐渐失去笑容 而一旁的王俊海则开启了投笑模式 嘴角直接咧到了后二根 为了避免被殃及还火速逃离战场 并默默地用掌声为顾客的发言喝彩 张一星被眼灵梗暴击的次数也不少 在综艺《这就是街舞》里 张一星原本坐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中汉良王家尔和选手们讨论年龄 当听到乔治的年纪比自己小时 张一星终于坐不住了 他慢悠悠地起身走到人堆里 表演了奶味十足的一拳暴击 不仅蒙翻了在场所有人 还让网友纷纷get到了他的软弱性格 不过不得不说 张一星就连打拳卖萌都充满了balance呢 作为张屁地时又被陈丽龙疯狂暴击 两人闲聊时说到狮子王 但或许是年龄的差距导致了代沟的存在 陈丽龙表现得一脸懵 热情解释的张一星突然反应过来 立刻问陈丽龙是几几年的 陈丽龙一脸单纯地回答 凌凌啊 吓得张一星眼睛一眨直接呆滞 随后开始低头苦笑 深感两人有话题鸿沟的张一星 非常迅速地向陈丽龙道歉 意外的剧情发展也让网友表示 此刻的张一星是不是想为自己的莽撞自罚一杯 一受惊吓体质的陈丽龙 在听到刘宪华的年龄时 也露出了自己的天然呆属性 陈丽龙问刘宪华和张一星比谁年纪更大 在得知张一星比刘宪华还小非常多时 直接被惊到 刘宪华表示自己出道时 张一星还在读高中 越听越觉得离谱的陈丽龙化身好奇宝宝 开始一脸三不信谋事 调侃判刘宪华一定是在开玩笑 甚至觉得刘宪华是在骗自己 全然一副天真笑奶狗的样子 魏大勋的年龄也是永远绕不过去的梗 在综艺青春环游记里自我介绍环节 魏大勋正乖巧地抱着名字 人群里却传来了范晨晨的大嗓门 今年多少岁 这致命一问让魏大勋直接炸了毛 于是他用看病RAP的暴风语速回对范晨晨 你就为什么要说年龄 看来其实你说年龄的时候我也在很难受 不过输出完毕后又变回了乖巧形象 开羞地说自己30岁了 引发全场爆笑 当范晨晨说自己18岁时 就轮到王凯被吓了一跳 儒雅的身世瞬间变身为上课开小差的小学生 脑袋转来转去的和周围的人答话 只为了证明并不是自己的耳朵坏了 而面对喜剧人魏大勋的证词 王凯却反而更加不相信了 直接把炮火对准魏大勋 躺青的魏大勋也是一脸的不解 其实魏大勋一直是著名的年龄梗受害者 在综艺创造营里被黄子涛要求报年龄时 调皮的他刚开始还企图猛混过关 悄悄地说自己是98年 被黄子涛无情戳穿后 只能老老实实地坦白自己是89年 经过重新报数后 孤单的80后魏大勋和身边的一堆90后嘉宾 形成鲜明对比 而这也彻底打开了他的暴走开棍 魏大勋激动地质问王子涛 要报年龄 这样为什么怎么会有报年龄的环节呢 让网友纷纷表示心疼 而到了综艺 向往的生活里 魏大勋再次成为了嘉宾们集体吐槽的对象 他开朗地介绍自己是89年的 旁边的熊子齐神步刀 听得一旁的谭松韵乐开了花 毕竟作为童年女神的他 也刚刚被魏大勋拆了台 随后魏大勋问张子峰 自己看着像不像30岁的人 极致的张子峰巧妙避雷 一脸真诚地做起了夸夸笑能手 先有不甘的魏大勋继续问道 这出连环暴击也是笑翻了众人 黄明浩的年龄也时常被用作暴击武器 在某档综艺节目里 李晨猜测黄明浩的年纪比蔡徐坤小 引来了蔡徐坤的激动回应 而年纪较大的李晨厅了 顿时觉得自己被全世界背叛 扎心程度不言而喻 一旁的杀意掐指算了算 说黄明浩才比自己的儿子大9岁 同行的关晓彤和郭麒麟也没闲着 开始自爆年龄 郭麒麟说自己是96年的 关晓彤立刻惊讶到 郭麒麟的沈反应也让众人纷纷笑到无嘴 受伤的他还表示不想再聊年龄话题了 作为同款99年小伙伴 孙玉琦和黄旭熙无意是跑男女的年轻担当 而反应快的郑凯直接用两人的年龄 给李晨来了当头一棒 老年人李晨则表示 听完这番话 感觉自己的身上仿佛插了无数之件 罗志祥的外形和年龄也是典型的对不上号 面对童年偶像张杰04年出道的字数 罗志祥略带炫耀意味地说 自己是95年出道的 此话一出 围观群众王一博立刻惊叼了下巴 还试图再次确认自己没听错 随后他调皮地表示 我还没出生 还没出生 你还没出生 耿直的发言立刻引发了罗志祥的暴怒 吓得王一博只能落荒而逃 不过老前辈罗志祥还是在孙红雷身上找回了自信 面对自封前辈孙红雷的挑战 罗志祥云淡风轻地表示 本想凭资历压制的孙红雷也没想到自己会翻车 顿时变得牙口无言 深受打击的他还被罗志祥调侃 四字弟弟一阳千禧也紧随其后 给林更新上演了一场世界崩塌 两人同桌用餐时 一阳千禧为了要个叉子就叫了声叔叔 反应慢一拍的丹蒙林更新 思考片刻后直接被吓得惊作气 你叫什么叔叔啊 林更新的过激反应似乎吓到了一阳千禧 无辜的他还以为自己说错了话不禁满脑袋问号 只能小心翼翼地再次重复自己的回答 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林更新再三确认后也陷入了深深的无奈中 只能一个劲地叹气最终符合逃避现实 感慨起时间的无情流逝 不过被年龄梗暴击的林更新 倒是为网友贡献了一个脑瓜子疼表情包 心里的同时又带着一丝莫名的搞笑 霸气女神应彩儿也有因为年龄被暴击的一天 魏大勋的一句彩儿阿姨 让原本在和影儿说笑的应彩儿当场笑容凝固 虽然求生欲极强的魏大勋赶紧试图补救 但一切为时已晚 好在高情商的影儿及时打圆场 顺势把矛头转向了魏大勋 直言28岁的他该结婚了 仿佛正在经历过年时家里人 随魂场面的魏大勋只能回答自己还是单身 闻到八卦气息的应彩儿和影儿 立刻开始讨论起魏大勋的绯闻 一唱一鹤笑点十足 非常能接耿的应彩儿还说 绯闻都没有啊 对 那是不是不红还是不红 爆炸性发言不仅成功反击了魏大勋 还气得他远地念起了咒 古灵精怪的鬼鬼吴应杰 也是动灵界的热门代表 在综艺里向何炅求助时 俨然一副天真无邪的甜妹模样 何炅虽然让另一位男嘉宾帮助鬼鬼 却也不忘调侃他 照顾好鬼鬼妹妹 好 虽然她只比你大了十几岁 鬼鬼的小表情也是相当有喜感 一边震惊地翻白眼 一边气呼呼地掘嘴 网友纷纷表示 太可爱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的三岁小朋友 不过零压力尺的何炅也免不了遭受年龄暴击 在综艺里互相伤害有些环节 何炅和谢娜针锋相对 互相挖坑 战况异常胶着 随后谢娜使出一招杀手剑 这致命的一击 直接让何炅表情崩坏 笑完了腰 受伤的小心脏 久久没能从震惊中 缓过劲来 如此看来 遭遇过年龄暴击的明星不在少数 但其实只要身负闪光点 无论在什么年纪 都能发出耀眼的光芒 虾米匠们 你们觉得哪位明星 被年龄暴击的画面最好笑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